大家好,我是拉仁光 11月份,除了美国大选的一个重要新闻之外 香港也有一个重要新闻 就是崇江开幕 契德崇江 契德崇江有两期 但去日将他斩开了 作为两个时段开幕 将来15号开幕的 就是崇江 大家都知道 另一座是三道 这个Sandle 究竟是里面卖了什么 以及什么时候开幕 暂时所得到的消息 就是先开启契德崇江 我们看看契德崇江的资料 原来李福集团用了100亿 去发展这个项目 当时投幅地回来 都要74亿 可能是26亿去发展 但我相信 可能计算一些利息 或者一些融资成本 应该建立这两座 就不用那么贵了 怎样都好 他说100亿 我们用他的数字 就是100亿 但大家都知道 现在怎么办 零售吹淡风 究竟现在香港崇江开幕 会不会都是生意不好呢 我相信他最初的半个月 应该是非常之好 为什么呢? 因为是新市省 第二件事 就是他有崇江制 即是一个感谢制 即是大减价 大减价自然会多人 我相信第一个月 应该是非常之多人 之后就要考虑他的功力 但现在回来 很明显 这次崇江应该是看错了市 看错了市 以为香港的零售业 没有一直好下去呢? 今次这100亿 就不知道何时回本了 今集会和大家分析 当时为什么会看错市 另外究竟这100亿 有没有机会回本呢? 好了,在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订阅 请帮忙订阅 请赞到一个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帮忙看完广告去 多谢大家支持 根据利福集团公布的消息 契德商指会第一期 崇江旗舰店 将在今年11月15日开业 现在的出租率已经有九成半 而第二期就叫做Sando 但这个暂时不会开幕 什么时候开幕呢? 暂时未有消息 利福国际集团表示 商指会项目 投资超过100亿 是利福国际首改 香港自知兴建的项目 我们看看以往的资料 利福国际在2016年 是以47亿投资这块 但公司在2022年 决定私有化 利福集团初步的目标 在崇江店 最终因为不知什么原因 延期了两个月 即到今年11月15日才开幕 崇江在2016年 投资这两幅地回来 今天我们看看当年 为何他们这么想 投资这幅地回来 看看他们的业绩 因为在2022年 已经做了私有化 所以我们没有2022年之后的数据 只有21年前 在2016年他决定 在2017年我们看看 他赚了很多钱 赚了28亿 很夸张 然后在2018年 自由人开始少了 就16亿 然后在2019年 就回到18亿 好了 二次年疫情 今天惨了 只剩下1.3亿多万 好了 然后在21年 就净蝕了 因为是疫情 就净蝕了13亿 另外22年 我们也没有业绩 因为他已经是一间私人公司 所以没有一定要公布业绩 给大家听 所以我想 22年也是虚 23年虚不虚 我想就不知道了 22年虚不虚 如果21年虚13亿 22年虚十几亿 23年虚多少 就不知道了 但可能虚少了 因为他削了尖沙咀崇光 我们看看前面的成绩 我相信2016年 他也是赚20多亿 所以为什么2016年 他这么有信心 现在只有一百亿 那我四年就翻本 三年多 也不用四年 即是用三年多的盈利 就可以建了两座东西 当时还说两座东西值钱 香港的物业值钱 只建了一百亿 但市值应该不止一百亿 你不要只计生意 只计房子也值钱 当时香港的物业值钱 还有年年升 一百年的时候 应该是最开心的 因为一百年是一个 写字楼最高峰期 这个水德中心 也卖到五万元 现在卖到一百万元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的物业 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当时他们算是一百亿 这两座东西 现在值多少呢 我想又是要打一个折扣 又是投降输一半 两座东西加上 可能只有五十亿 好了 利福预告 当崇江契德店开业 即是十五日 一直到十月一日 就推出契德制 什么叫制呢 即是减价 我相信崇江这半个月 应该是人头涌涌 因为第一是减价 尤其是名牌有价 香港人一定会先卖 亦都因为新市坑 每个人都去契德看 顺便走一下契德体育园 走一下也好 政府花了这么多钱 都是纳税人的钱 今天也要走一下 我相信 第一个月 也不一定半个月 人流应该可以 但之后可能会失息 为何我会看得这么淡 因为我看见 它的布局和现在香港的崇江差不多 契德商指会第一期 中央有22层 它的布局就是这样 B1和地面是美容 即是发装品 地面和一楼是珠宝 然后二楼是女士服装 一路看 看到它9楼是VIP贵宾 12、14和15楼 我相信它没有13楼 13不长 这是餐饮区 大家有没有发觉 是否和港岛和鑼湾的崇江很相似 都是这样的牌面 但我发觉它好像没有了超市 即是隔壁那座 三道是否以为做超市 即是等于香港版的Costco 大家要知道 就算是鑼鑼湾崇江 哪里最多人 一定是地下的超市 一定是最多人 反而在其他楼层 平日也没有什么人去走 如果你说 其他崇江没有了超市 其实日后人流 真的差很远 暂时崇江没有公布 第二期的Sando 究竟是卖些什么 为什么突然有这个名字 这个就到了日后才公布 现在进入第二段话题 究竟崇江头是投资到100亿 能不能够翻本呢 其实也挺困难的 我当它100亿 借回来也好 或者是公司内部调拨 其实公司内部调拨 也有个opportunity cost 那我们当它的利息是5厘 是吧 换句话说 一年就会产生了5亿的利息支出 或者opportunity cost 就是你不做这些 你可以赚到其他利息 你可以在银行里 你也有利息 所以我们应该要计算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坦白说 接下来 有没有可能 大家看到 去21年最后一份 业绩是虚了13亿的 究竟是否虚了 22年应该也要虚了 因为也是疫情 23年开关之后 会不会好些呢 其实可能会好些 但是也没有特别好 尤其是大家都看到 现在的零售 死下死下 你看看Sasa 卓越那些业绩 你就知道了 23、24年 我相信就不用虚了十几亿 但是也要虚了几亿 赚不到十几二十亿 也可能赚到一亿 两亿 但是从刚启德 我刚才也说了 你的opportunity cost 或者利息支出 一年是5亿 即是你赚不到5亿 根本就虚了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 你这一座东西建出来 一定是值100亿 因为当时你投资 也差了4亿 当你建立了 就当了100亿 那你100亿里面 撇涨多少呢 有很明显 现在写字楼那些 是全部跌了价 即是商铺 写字楼跌了价 那你撇几张呢 你贴20% 就20亿了 对吧 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100亿呢 几多年才可以回到本呢 根本呢 我就看 除非香港的零售业务 突然间康复 否则 否则回本 就遥遥无期 当利福集团 剪尖沙咀崇江的原因 都是什么呢 因为真的没有生意 又是租回来的 那时候租金 也很庞大的 又是租回来的 又没有生意 不如剪掉它吧 好了 今天剪掉它之后 究竟现在这个剪得开出来 是不是会不会是 你一个尖沙咀的翻版呢 虽然你是自己物业 你不用交租 对吧 但问题就是 真的没有生意的时候 你也是要亏的 但一去到21年就大件事了 虚得了 虚得了 虚得了13亿 还有当年利福投契得 亦可能被政府欺骗了 以为有这些轻轨 地下街 CBD2 想想 这么多商业区 还不发达 谁知道现在政府 将它作为简易居 投不到CBD2 没有政府卖不到地 那便在公共屋邨 最近大家见不见了 长盛是唯一一间 去入标 启德道的项目 现在政府说 太低标价就不留标 好了 留标之后 政府现在说自己起 哈哈哈哈 自己起就是公共屋邨 或者是鹿自居 好些鹿自居 差点的公共屋邨 还有启德顺江最不好 就是前面的广场 被那群大妈霸了 跳广场舞 很惨的 现在人少而已 可能只有几十人在 但是越来越多人 知道有这样的广场舞 来自四湖八海 各个区都来守 启德跳 那便是大事 哈哈 你整群大妈跳完 便不会光顺你 那又怎么办呢 你整个格局 本来是一个高级的地方 单居了 因为启德那里 是卖名牌的 你被那群大妈充斥着 所以我对利福国际 这100亿的回本 即是回本期有多久 我便有一个问号 这个亦有估计 真实的情况 一定要等11月15日 利福集团 在启德顺江开了之后 究竟是否生意好一会 之后就很安静呢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那日后 如果有最新的资料 我们再跟大家报道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多谢大家收听 和收听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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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